上期我们讲到,刘秀没有听从耿眼的建议,从继承出来后,就一路向南而去,最后还迎娶了真定王的外甥女郭盛通。 而此时,距离他迎娶女神殷丽华,才仅仅过去了半年之久。 他们走后,耿眼则返回了上古郡。 上古郡的治所在今天张家口怀来县,小南新宝镇的大古城村。 耿眼的父亲耿旷是上古郡的太守。 回去后他就请求父亲出兵,南下攻打邯郸。 然而,他父亲却告诉他,现在并不是我们想不想出兵的问题了,王郎已经派兵北上,准备来攻打上古郡了。 这时,上古郡的公曹寇寻建议,可以联合于阳郡一起反攻王郡。 商议决定后,就立即派寇寻出使于阳郡。 于阳郡的治所在今天北京市密云区,十里保镇的统军庄村。 于阳郡的太守鹏宠同意联合院派三千骑兵一同前往。 于是,寇群和耿眼便率领着于阳郡和上古郡的骑兵长驱南下反攻王郎。 很快,他们就拿下了朱郡和中山郡的二十二个县, 一路势如破竹来到了广俄城,即今天河北省的龙瑶县东。 在这里,他们终于找到了刘秀,与刘秀合兵一处。 接下来的目标便是邯郸城。 然而,正当刘秀准备向邯郸挺进的时候, 却听说刘璇已经太谢功来围攻邯郸了。 此时的刘璇早已不在洛阳了, 当刘璇在河北接连失利的时候, 刘璇就在将领们的建议下,已经迁都长安了。 因此,刘秀不想去邯郸抢攻,亲率大军去攻打巨鹿。 结果,一个多月都没能将巨鹿城攻下。 王郎兵分两路来支援巨鹿, 一路去攻打刘秀后方的信都城,一路来持援巨鹿。 刘秀抵挡不住,只能后撤。 这时,耿纯建议,与其被王郎大军围攻巨鹿, 还不如直接去攻打邯郸城, 只要邯郸被攻破,则巨鹿不战而归。 公元24年4月,刘秀留下少量的兵力,继续攻打巨鹿。 而主力大军则由他亲自率领, 挺进邯郸和谢公一起猛攻邯郸城。 王郎没想到刘秀会声东击西, 来得如此迅速,很快就抵挡不住了。 连忙派了一名大臣前来谈判。 王郎表示,只要给他封个万户侯, 他就愿意投降。 结果,刘秀连这个条件都不答应, 两军只能继续交战, 一连诱打了二十多天。 5月1日,邯郸城终于抵挡不住了, 王郎的少妇主动开城投降, 邯郸淪陷。 王郎则趁夜逃跑, 被王霸追上后,就地给斩首了。 至此,王郎的邯郸政权彻底失败, 刘秀再次进入了邯郸城。 进城后, 在检查王郎的府邸时, 竟然发现刘秀的很多部将 都曾写信给王郎投诚过。 刘秀得之后, 命人将这些信件全都抬出来, 当着众将领的面, 一把大火全都给烧了, 众将领无不羞愧和感恩。 然后, 刘秀派人前往长安, 向刘璇汇报了北方的战况。 可等来的结果却是, 封刘秀为肖王, 让他带领着所有的有功官员, 立即前往长安。 同时, 命令将黄河以北的所有军队就地解散。 另外, 幽州周牧, 上古郡太守, 于扬郡太守, 则通通撤换。 这让刘秀非常的气愤, 当然他也明白, 只要他回到长安, 必定又是和大哥刘衍一样的下场。 于是, 他给刘璇上奏说, 黄河以北还未彻底平定, 所以, 他暂时还无法回到长安, 军队也还不能解散。 事实上也是, 自从王王死后, 北方混乱的局面不但没有停息, 反而是愈演愈烈。 此时, 黄河以北的乱民团伙, 大大小小的有数十只, 人数更是高达数百万之中, 所到之处, 烧杀奖掠, 乱作一团。 在解决这些乱民之前, 刘秀派吴汉去攻打幽州, 太耿眼去重新拿回上古郡和渝阳郡。 幽州的治所就是季县, 最出名的便是幽州突齐。 很快, 游泉新派来的幽州周牧, 渝阳郡和上古郡的太守, 就被吴汉和耿眼给斩首了。 各局检闻听后, 纷纷地派人前来, 表示怨听萧王的调遣。 接下来, 便要解决盘踞与此的树枝乱民了, 包括铜马、 高湖、 中鞭、 大枪、 游来等部。 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势力最大的铜马部, 他们盘踞在桥县附近, 及今天河北省的新级市东。 游泉率军从邯郸出发, 前往青阳, 及今天的青河县。 随后, 武汉拿下幽州后, 争调了当地的幽州突齐, 也前来与游泉会合了。 这时, 铜马部急不可耐地发起了挑战。 然而, 游泉却始终扎营不出, 大家都不明白, 他究竟是何用意。 一个月之后, 游泉秘密地派了一只兵马, 截断了铜马部的梁道, 不多时, 梁草告急的铜马兵便开始军心动摇了。 刘秀趁机发起攻击, 铜马部大败后逃走, 在逃到管桃县的时候, 彻底将其击溃。 这时, 高湖部和重边部也从东南方向赶来, 与铜马部的败兵会合后, 向刘秀发起攻击。 结果, 他们战败后逃走, 刘秀率军追击, 一直追杀到浦阳山, 及今天河北省满城区西边的时候, 高湖部和重边部也投降了。 在这里, 数十万部众被刘秀收编, 从此, 关西一带的人都称刘秀为铜马帝。 剩下较大的两只, 还有由来部和大江部。 刘秀率军从袁世县开始追击, 一直追到北平, 将其击败, 这个北平不是今天的北京, 而是河北保定的满城区北。 随后, 刘秀率领青旗追到顺水北岸的时候, 走投无路的乱民发起了反攻, 刘秀战败, 而且还将刘秀逼到了一处高岸之上。 在万分危急之际, 刘秀越深跳下了高岸, 致使背部受伤, 动弹不得。 正在这时, 幽州突起的王峰恰好赶到, 就起刘秀跑进了范阳城, 及今天河北省的定兴县。 然而刘秀发现, 乱兵取胜后却并没有追来, 而是跑去了渝阳郡。 刘秀采用了陈郡的建议, 太人绕到了他们前面, 命令各郡县务必接手城池, 不许出城迎战。 于是, 乱兵每到一处都是城门紧闭, 无法抢到粮食。 没有了粮草, 他们也就没有了作战的力气, 也看不到希望, 于是就陆续有人开始逃跑, 最后还没等刘秀出兵, 竟然自己就溃散完了。 至此, 黄河以北的各种势力都被清剿完毕, 各郡县也都归附了刘秀。 接下来最大的敌人便是赤梅君了。 然而, 刘秀发现赤梅君根本就没打算理他, 而是率军攻入寒谷关, 去长安城找刘璇去了。 刘秀认为, 赤梅君此次戏争, 必定会吞掉刘璇, 所以他必须在赤梅君攻下长安城之前, 抢占关中的地盘。 于是, 他命令邓宇, 率领两万精兵进入寒谷关, 伺机而动。 然后, 他便将矛头转向了洛阳城。 至此, 刘秀彻底平定了黄河以北的土地。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后来被称为云台二十八将的功臣们, 也陆续来到了刘秀的身边。 包括功勋第一的邓宇,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岑鹏, 大树将军冯毅, 以及吴汉, 寇巡, 耿眼等等。 那么接下来, 刘秀是如何拿下洛阳城的呢? 我们下期接着讲述。